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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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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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我们要 出现出现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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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游先生 而这种方法 医生还不仅仅用来解决 像游先生这样怕冷的问题 我是就是腰酸疼 就是晚上睡不成觉 特别疼 翻来覆去的改不好姿势 梁阿姨您这个是什么问题 就是腿 我这个腿就是怕凉 就筋有点胀 怕凉一受到量 就筋有点症 婚人怕冷 手和脚都怕凉 皮那个肚子 砸便不成心 凡是虚症寒症 我们都可以用 还有一个就针对这个 风湿性疾病 也就是说受凉了受寒了 风湿性病关节炎 疼痛性疾病 我们可以给它用 还有一种是淤血型 由于它气不足了 淤血停留了 胃疼 腐疼 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 一团团火焰在身上点燃 几次治疗之后 每个人的体会都不错 以前的背部 好像真的都会平常 现在是温暖 从我都毛缸了 我第一次做完之后 第一天晚上回家睡觉 竟然能安然入睡 整整夜没有醒 我今天是做了第五次 做到第三次的时候 我发现大便已经成型了 大便咽色也过来了 而游先生 仅仅一个疗程坚持下来 他的情况大为改观 大概三四次以后 整个衣服 我是从 我原来穿两件毛衣的 从毛衣渐渐的往外脱 脱了到最后呢 毛衣都不用穿了 包括现在在家里 他只用穿一个衬衣 我现在我还在穿毛衣衣了 我就觉得家里有点冷了 反正还有点效果 这个东西反正 如今 还在继续治疗中的游先生 不仅逐渐找回了久违的温暖 他的身体情况 和以前相比 也改善了不少 过去我们叫他老人家 现在我们叫他老小伙 跟人家握个手 我都觉得我自己心不虚 能够大胆的 就敢跟人家去握手了 包括以后 我可以跟你握手 我都感觉 我现在手可暖可暖的 是吧 那种感觉就显得很 就是自己感觉 已经是那种解放了 这样独特的治疗方法 赵医生把它称为火龙酒 咱古老的灸法 什么叫灸啊 灸是上面一分解开 上面是个酒字 下面是个火字 就用一个时间多烤一下 火熏一下 烤一下 哎 治疗疾病 火龙酒也是在 咎了基础上 炎变过来的 它减少了什么 烟 而且呢 更利于治疗 中医的酒疗啊 尽管种类繁多 但是基本上啊 都是借助热力和药力 来温阳 补须 散寒 通经 以达到治疗效果的 而在都脉上 失酒 振奋阳气 也早以为人们所认识了 在近代皇宫的酒疗中啊 太医就用若干温酒器 内置碍条 沿着都脉 布置成线 好似一条喷云土雾的火龙 所以被称为火龙酒 赵黎黎师成真酒名家 中国工程院院士 石学敏 他所在的医院真酒科啊 在历代火龙酒文献的基础上 结合民间的演变方法 经过多年的研究 规范操作 革新酒方 让这种濒临失传的传统疗法 得到改进 那改进后的这个火龙酒啊 使用酒精 而不用碍液 还增加了中药精疲透入 和精学按摩手法 并且对治疗的温度 火候 时间 疗程等等 做了细化 应用到多种疾病的治疗上 不过在这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 这个火龙酒的操作啊 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您切勿自行模仿 以免烫伤 那如果您也想尝试这种治疗 请一定要到正规的中医院 向医生咨询 如果您也有 游先生那种容易手脚冰凉 怕冷的这种困扰啊 赵医生倒是推荐了 一个方便操作的保健方法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 这个方法 您只需要准备 爱叶 五十克 青盐 三十克 即可 别看两样东西虽然简单 但功效却不小 首先就是这爱叶 爱叶虽然是药味有点苦 但是它性是温的 但是它性是温的 我们用这个爱叶 取到了一个温 温能什么呀 温能散寒 你把寒鞋散了 它经络不必足了 它人身气血也就忘了 所以这爱叶了 它是个性温的一个药物 可以煮水 爱叶性温 用它来煮水泡脚 不仅可以加强泡脚解乏的作用 还可以有温精散寒之功 而和它一起配合的青盐 也很有特点 为什么要加一点盐 盐在我们五味里边是走肾 我们着用于是保肾的 那么稍加点盐 或者保护肾 它又是个引经的一个药 准备好原料之后 首先将爱叶倒入锅中 加入足量的清水 用大火烧开了之后 转为小火 煎煮二十分钟 然后全部倒入提前准备好的泡脚盆 依据个人耐热程度 加入凉水调节温度 再倒入青盐 用手搅拌充分溶解之后 就可以泡脚了 泡了的时候一定要高出你的脚面 因为脚面往上走一点 内环有一个三云胶 那么这边里边有肝经 有肾经 内环里边 你要调理的时候 往上走高一点 把这个脚踝 你上给它埋了 除了水面的高度 要控制合适 水温也很重要 过热或太凉都不好 大概在四五十度 你身上就觉得能下 脚上能泡进去了 不要烫 然后慢慢加热水 慢慢加热水 凉了加水 凉了加水就行了 泡个二十到三十分钟 基本上你身上就开始发热了 热到身上微微出汗 停止泡脚 赵医生特别提醒大家 足以时间不宜过长 每晚睡前一次 每次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即可 泡到全身微微出汗 效果最佳 清度了或者加健康了 或者平时我工作压力大了 你就可以 对脚手冰凉的人 你就用这个方法泡一下 泡泡以后它温精散寒 还有温慎猪阳的功能 关于这个方法 还有两点要说明一下的 第一就是清盐 可以从药店买到 如果要是没有的话 用家里边的食用盐代替也可以 第二就是热水泡脚之后 血流加速 会短时间内大量涌向下肢 容易造成脑供血不足 所以有心脑血管病 高血压病的朋友 是不适宜用这种方法的 好了观众朋友 本期节目到这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 下周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